匯二,形聲,字,小船,教,從,從孝,事執以教導人者,孝陰教,作孝解,上之以示警,下順之而從所思慰舊,其本而作上所思下所孝解,職掌相對下輩子道督則之意。 其二為 一,教法若救,如管,弟子職先生師教,弟子事則 二,規矩若救,如書,信典如作師徒,敬夫五教,諸五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妻有別,長有有罪,朋友有信 三,奮悔若救,如授救,周救,請教等 四,領若救,明年之稱,如二,管聖人以神道徹教 五,教育若救,如師,周南聚教以法制 六,傳授若救,如猛,藤文公教人以善為之中,有如,教課,教書等 七,訓練若救,如招重興妻師十三教與職,十四能才醫 八,使若救,如朱希,搭梁民宿書教人如此發奮勇猛向前 小算教,從孝,從,視像型文字,像手有所執持之形,陷舉手造蝕之意 換句話說,就是實善,樂實,故教之願意就是讓人們學習如何力行孝道 孝敬雲,副孝,得資本也,教之所有生也 因此,無孝不成功,孝乃教資本,有了孝作為根基,才能受教有地 一切的教育才能擴展開來,才真正能化育人民 為什麽教育的根本,建立在孝道的基礎上 人與人之間,不論貧富歸戰,都會自然產生五種關係 父子關係,軍神關係,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關係 夫婦關係,兄弟關係和朋友關係 無論社會如何發展,人一生都離不開這五種關係 五種關係正常混尊的自然法則就是中國傳統的教育主子 父子,父子孝,軍人神蹤,夫婦恩愛,兄弟和睦,朋友有信 如果不了解這五輪關係,違背其運轉法則其結果必時 個人難以立身處世,家庭不和,社會秩序混亂,道德倫喪 國家失去了安定輕盛的人道根本,事故,教育的根本就建立在孝道人倫的基礎上 現實為我們證明 懂得孝的孩子,知道自己要用公讀書,不令父母擔憂 懂得孝的孩子,會在生活中關心體貼父母,信父母心願地點地造起 懂得孝的人,會愛識自己的身體,喜居有償,不使父母擔心 懂得孝的人,知道在工作中,經業樂群,以請父母歡心 敬愛父母者,自然會和睦親憑,尊敬老師,領導與同事 敬愛父母者,自然能自重手法,謹慎做人 敬愛父母者,就有博愛大眾,忠誠國家的人品基礎 由此可見,落實孝道才是一注了教育的根本 反觀我們現行的教育,不論在家庭或在學校和社會 都偏重在知識技能的傳授,以忽視了如何做人的教導 這樣培養出的人,不懂得如何按自然的法則處理人與人的關係 社會亂象定會愈演愈烈,目前稱少年嚴重的道德問題 如實附事母等令人發展的事件承出不同 這無疑是失去傳統做人教育的必然結果 失去了人倫資本的社會,即使科技再發達 也會迷失為人類服務的方向 教授是孝的落實,從這自的結構 我們可以體會,吻含在漢字中古人心碎的智慧 論語文,君子無本,本立而到生,恢復以效為本的人倫教育 是解決社會現實問題的根本出路,也是每億位教育工作者神聖的責任 問答案 問答案 有意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